《龙珠超》,被吉他紧用气息救阵飞格兰,破坏形态超越吉亿功了。 《龙珠超》74漫画的内容,看得我有点郁闷,格兰的实力到底是真的强,还是虚伪的? 你要说他不强吧,他可以打得悟空吃了两次瘪,但你要说说他很强吧,结果被被吉他给震慑住了。 我只能说,格兰的实力多少是有点水分的,别忘记了,他现在的能力,是靠虚愿得来的,这虚愿成为宇宙第一,并不代表说。 这一辈子都是世界第一的战士,而且我们都知道,神龙的愿望一般都会有副作用的,不过我想不到的是,被吉他居然变得如此之强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零妖被吉他紧用气息就震飞格兰。 这一话基本上全是关于被吉他和格兰的战斗气息,一开始的被吉他也不是格兰的对手,格兰之所以强大,是因为他可以看穿对方的弱点,然后瞄准弱点来展开攻击,所以悟空很快落败了。 因为悟空不知道格兰的眼睛有这样的能力。 被吉他也是吃亏了,所以被吉他在没有变身之前,直接被格兰给揍哭了,被吉他看上去已经是遍体鳞伤了,但被吉他并没有放弃,他开始反击了。 被吉他一瞬间,提升了自己的气,并且转变成为破坏神的形态,而被吉他仅仅是用气息就震飞了格兰,这一幕我似乎看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了。 所以被吉他说,你大概是不知道我们赛亚人还能变身吧?而且这还是破坏神比鲁斯焦的技能,就连悟空都感受到了一股神之气息。 但不管如何,被吉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悟空最好的依靠了,悟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身体,而现在的被吉他是可以完胜格兰的。 被吉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,覆盖了他全身,宛如恶魔的样子,而被吉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能量,格兰如果没有其他的形态,很难打赢被吉他了。 02破坏神的形态超越吉异弓了。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,如果说被吉他能带赢现在的格兰,那意味着什么? 破坏神的形态要比吉异弓强,悟空练了个寂寞啊,悟空跟维斯训练,就是学吉异弓。 可比鲁斯教被吉他的破坏之力,明显要比吉异弓强,格兰才会被震飞。 拥有吉异弓的悟空,都做不到这一点。 但如果破坏形态要比吉异弓强的话,那前面的设定就笨了,比鲁斯不可能强于维斯的吧。 不过也可以从这里分析得出,比鲁斯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,他还有上升的空间,足以看出比鲁斯有多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